這個查塔姆島被視為是紐西蘭 有人叫它擱淺熱點 最近傳出兩起大規模擱淺事件 被環保局統計 將近有五百頭的領頭鯨 在岸邊動彈不得 這畫面相當的嚇人 連線記者陳博安 好的 主播各位觀眾 一大片領頭鯨擱淺 畫面相當令人痛心 紐西蘭查塔姆島最近出現 兩起大規模擱淺事件 根據紐西蘭環境保護局統計 總共有將近五百頭鯨魚擱淺 查塔姆島也被稱為是 紐西蘭的擱淺熱點 因此擱淺事件其實並不罕見 不過當地救援組織也表示 如此大規模的擱淺確實不尋常 而大多數鯨魚在擱淺上岸後 已經死亡 其餘幸存的鯨魚身體狀況也不佳 再加上當地海域常出沒 有攻擊性的鯊魚 環保局海洋技術顧問表示 並不會冒險讓已經非常虛弱的 幸存鯨魚重回海洋 而是安排全體安樂死 為的是防止他們遭受更多痛苦 環保局也強調 這個決定並不容易 但至少是最善良的選項 以上這一情況 把畫面交給棚內主播